內地筆水對港股有多大影響? 筆水放假之後重臨,可否帶港股突破高位? 今集請來康政及康文資產管理董事黃敏石跟大家分析一下 Michael 你好 看回港股今個星期,大家都說沒有筆水 就算做好都不太好 筆水的效應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筆水在現時期的事實效應或吸力推動 的確是有存在的 但你問是否佔了主要的成交? 我想是有部份 但最主要是至少推動力很明顯 距離都是透過一些精神的渠道 因為看到人民幣,每價比較常弱 亦都希望找一些,無論是幣值上有比較穩定 以及息率方面都比較高的股份 變成它作為一個中線的投資 所以變成在這方面來說 對於資產,尤其是我們現在都面對 所謂的資產方的項目 變成都有條件 看回港股來說 入面現在通常有很多選擇 讓它們作為一個投資對象 除了因為幣值的問題之外 股值的確有部份仍然不太高 還有下息方面來說 有很多仍然是比較理想的 所以變成加密 現在市場都預估 內力金的數據 其實見到有壓月份 開始有少許改善 都有機會慢慢帶動中資股 第四季方面的業績慢慢向好 市場永遠就是有這個憧憬 在預期的情況之下 資金推動有一個傾向前走 一個傾向前走 所以也會推動 以恒指來說 其實之前大家都會看到 好像第三季走得快了 比我自己想像中都快 升出24000 本來就是看今年的24000 也算是拉得很近 但之後也比較上 在9月份有一個比較大的回落 差不多有24000 去到23200多點 也算是超過1000點的回覆幅度 但時間亦是來得快的 變成好一段時間 其實在9月中下旬來說 就會出現一個所謂橫行的情況 用橫行來消化之前的跌幅 其實力是充足的 而且也看到這段時間 尤其是沒有北水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相對面對很多 即港股方面 面對很多利難的因素 應跌而不跌 有條件叫做 撐住 反而還在低成交的情況之下 慢慢爬上去 你說憧憬 可能A股 這個開門龍也好 或者其實都是覺得 資金都還會覺得 港股 某些股份 值得在相對 在近期市場比較波動的情況之下 有個投資價值也好 所以在這方面也看到相對都有條件 我覺得這次來說 只是在第四季 如果港股足夠力再上24,000點 流上水平來說 這次應該的力度可以衝得比較上行一些 而且應該能夠站得滾 在24,000的時間機會都比較上高 但剛才提到港股應跌而不跌 可能部分是反映 我預計下星期的筆稅都會來的 會不會已經預先走了反映 這個都要看 當然港股也有少少資金向前走的作用 反映回北水 但北水回來 究竟是一個短暫的持續性呢 這就真的好看 主導港股向前走 叫做已經行先了 英烈不跌陽港股 或者行先了幾百點的幅度 我自己看又不自然太差 因為這期能夠推動回港股上升的股份 有部份來說也有些新添的成員 有新添的推動 譬如是一些資源股 還有另一方面也看到 開始有些部分落後的 例如代欠庫做好一點 他們有部份可能是北水流液流液 有部份已經是資金投放了港股 開始找一些新的主題出發 所以你說到第四季的港股來說 其實我想不只是欠的指數 因為講到指數來說 你不可能好像再有 好像純粹第三季那麼顯著 那麼凌厲 十幾百分的升幅 一定是雖然有機會再建一個新高 但相對地可能那個幅度是低的 反而可能是選對行業 選對主題 找回投資對象 或者是相關的股份來說 是更加重要的 在這方面見到 可能同一個sector 有些比較落後的單塊 又或者是一些新的主題 例如剛才說的 有些少落後的內欠股 或者是部份的油股 或者是一路過 西部重複很強的煤限股 或者部份升級的股份來說 都有機會出現一個後低級 或者是借第四季 或者是借第四季 這個資金面推動的情況之下 再進一步去推高 所以這個也是這樣可以值得去留意 看看第三季做得那麼好 我覺得很大程度 因為真的那些水湧進來 第四季 你覺得那個規模會不會這麼大 我覺得第四季來說 其實那個流入的規模 未必會訊息過第三季 因為其實已經看到牽著 有一個推動的情況 這個說的是資金流向 加上深廣通 正式也會通行開通 還有人民幣已經正式十月份 還有這個SDR 有難之貨幣 其實你看到水空線的走向 貨幣的匯格來說 都是繼續會下跌距離多 所以變成他們都要找回一個 投資合理的投資距離多 這個我相信也有爭議 加上險資方面來說 現在他們都會繼續增加一些 境外投資的一些比例 雖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一定是投資距離多 但相對地說到資格的程度 或者他們會覺得合理地 可以反映股值 而亦都很容易見到 投資的流動性 或者吸引領來說 港股相信都還會占一席位 你看到北水 都喜歡買一些大型的股份 但你剛才提到 可能第四季 可能資源會又做好些 如果我是投資者 我應該選擇哪個好呢 其實我想資源始終都是 比較短暫的操作 會比較好些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四季消息 或者是用憧憬的因素主導 大家都有看到 其實實際經濟不太好得那麼緊要 當然有部份的已經行星 讓我們看到的 好像在說鋼材、煤炭 甚至近期的水泥管 的確是因為說季節性的因素 再加上可能是之前 因為有一些 負存下跌 或者是行業方面 真是說淘汰的產能 在很厲害的情況之下 是會有欠如推動的 但如果你說 那個持續性 或者跌溫 是否真是學過辦法 各個行業 甚至乎各間公司 都可以帶動到所謂的盈利 而有個斟酌來說 這個其實是不一定的 而且很多都是已經私人上升了 你要看那個股值 真的最不足 足不足以能夠 在盈利方面 能夠傳導得到、推動得到 所以如果你說能夠 真是大陸 我覺得由股尾到這個時間 就算你說 是否真的 現在好像有少許的驚喜 能夠協議減產 但協議減產之餘 也要看他們本身產量有沒有改善 再加上近期 例如那些能源的石油服務股 所謂的油服務股 其實都是新鮮 或者穿了服務的一個炒作 因為你說那些石油的 尤其是上油企業也好 他們都要真是消化一段時間 或者油價很顯 至少去回60元美金樓上 他們才願意增加資本開支 所以變成 人股來說 好像一個國際社會 近期見到一個好像有突破的發展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不能夠傳托 去到很多的企業 尤其是是下有企業 是否能夠有條件 是可以真的說 在那個營利方面 大家支撐股價 有一個潛性的上升 這個反而萬有保留 那是否應該跟不水 即買回匯豐 內銀那些 我自己看是可以分成去做的 這期我覺得反而除了內銀 或者匯豐之外 都可以留意 譬如說內險 雖然內險不一定是中線投資的 因為牌息相對比較常弱 但始終都是說有落後 還有股息方面 都會比較常有吸引力 我相信這句反而就是 資金的部署 除了說到內銀 匯豐之外 我覺得內險 都可以作為分散投資的對象 即大家都預期不需要約利 會否可能有甚麼原因 突然未必可能反過來 走 當然要看回內地的政策 譬如你說現在放開資金的流行 或者有沒有新的政策 反而又覺得他們不需要透過北水 或者有其他渠道 都可以作為一個分散的投資對象 或者像我們所說的 會否出現一些事件、問題 或者外圍反而更加吸引 令到他們作為一個新的投資渠道 這真的不可以說 我們當作北水港對 支撐港股是一個必然有利 這個地方 亦是說不會改變 而且始終都會看回 可能這一轉 亦都會適合關心溝通 亦都會適合關心溝通 亦仍有條件去推動 但是是否相對地 成為一個不會有一個反向 或者是那個因素 是否只是會離好 而不會一收水的效應 造成反效果 這個我想大家都要留意 明白了 我們會不會改變到 李宗盛 那你也會 opening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